然後部分B2就說如果現在我們有dcdr等於0的時候 叫我們將v表達r出來 就是r做主項 然後就說如果r是這個取值的時候 c的值會是一個min 所以也不要理會這麼多,我們可以先去d 我們會有dcdr等於16over3πk再乘2r 留意p和k都是constant,所以就不用理會 然後再加回,到這裡了 你就會有-2kvoverr二次 所以如果dcdr等於0的話 我們會有16over3πk乘2r等於2kvoverr二次 如果v做主項的話,所以r做主項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整理一下 你會看到2和2是弱了,然後k和k都是弱了 所以剩下的就會是r三次 然後就會等於3v除16π r三次等於3v除16π 然後他就說如果當r是這個值的時候 c的value會是極小,min 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? 就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你d多它一次 d多它一次,記住我們是對著這裡進行defensulation 你對著這裡d的時候,你就會有16over3πk乘2 因為r是一次方,所以就沒有了 然後這裡就會變成加4kvoverr的三次方 所以如果你d2coverdr2 動著它r等於3開3vover16π的話 你可以計算一下 那就會是16over3πk乘2 再加4kvoverr的三次,就是這個3v除16π 這個數很明顯大過0 因為你會看到π是正數,k是正數,v都是正數 全部都是正數,加起來都是正數 那大過0的時候我們就會很快得出 就是所以 when這個r等於3開3vover16π的時候 c is a minimum 就是這樣,這個就是partB2的做法